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再次来到小林的西班牙文基础教学的第三阶段 那在西班牙文基础教学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 不知道大家在家里有没有复习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名词 名词的使用是为了要称呼出人、动物及物体的名称 那这里有两种名词 一个具体的、一个抽象的 具体的就好像是书本、铅笔、猫、小狗等等 一般我们能够看到碰得到的 这些都是具体的 抽象的、美丽、和平、伤心、善良 一些情感、感觉 这些都是属于抽象的 那在西班牙名词有分阳性名词和阴性名词 那我们今天先来讲阳性 那在这讲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先做个小小的预告 之后呢我们还会再提到西班牙文中 还有分阳性贯词和阴性的贯词 那阳性贯词为L 阴性的贯词为La 这些都是单数 那在这个阶段呢 贯词这个部分呢之后 我会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我们先来看阳性名词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名词的结尾 字母为O的是阳性 名词结尾在A 是阴性 例如小狗 好第二有一些固定的名词结尾在 马 大 霸 是阳性名词 那它这个呢是源自于希腊文的字根 例如主题 el tema 系统 el sistema 诗 el poema 地图 el mapa 这些有些固定的名词 如果结尾是在这三个的 通常它就是属于阳性名词 第三有关语言的 其实是阳性 比如说 德语 英文 意大利文 西班牙文 这些都是属于阳性名词 德语 el alemán 英文 el ingles 意大利文 el italiano 西班牙文 el español 当然其他的语言也是一样 不是只有这四个 其他语言全部都是属于阳性 当然里面还有包括 阳性名词里面包括星期 比如说星期一 el lunes 星期二 el martes 到星期天 都是属于阳性名词 那这些之后 我都会再跟大家做个分享 月份 一月到十二月份 也都是属于阳性名词 一月 el enero 十二月 el diciembre 那一样 这些单词之后 我会再跟大家做个分享 那颜色也都是属于阳性名词 黑色 el negro 绿色 el verde 那其他的颜色 也都是属于阳性名词 那这个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做个分享的阳性名词的部分 那下一次呢 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阴性名词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边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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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場地下